吴邦国会见英国首相布朗 温家宝主持仪式 欢迎英国首相布朗访华 并与布朗举行会谈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署名文章 题目是紧扣主题深化认识 高举旗帜科学发展贯彻落实 17大精神专栏 今天播出辽宁大连超时墨许志 提速行政效率 第11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今晚开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胡锦涛 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了英国首相布朗 胡锦涛赞赏布朗就任首相后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积极推动中英交流与合作 他说近年来中英关系全面发展 两国高层保持经常往来和联系 中英关系互动小组 战略对话 外交政策对话等机制有效运转 双方战略互信加强 务实合作扩大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日益密切 布朗首相和英国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明确反对台湾当局推动入联公投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胡锦涛表示 中英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方面 肩负着重要责任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无论从21世纪 国际政治经济战略格局着眼 还是从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和两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 中英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交流 扩大合作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视野 来审视和推动中英关系 我相信 只要双方面向未来不懈努力 中英就一定能够超越历史传统 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成为全面战略伙伴 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布朗表示 英中关系强劲有力 此访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英方欢迎中投公司等中国公司在英国投资 将为投资取得良好回报创造条件 英方希望英中两国在双边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合作 日益加深 为两国人民创造利益 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努力 布朗表示 英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的 不会改变 国务委员唐嘉玄参加会见 本来消息 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致电萨卡什维利 就他再次当选格鲁吉亚总统 向他表示诚挚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贺电说 中格建交16年来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两国关系顺利发展 各领域交流合作富有成果 双方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 也保持着良好合作 格鲁吉亚是高加索地区重要国家 中国重视发展 中格平等酷利健康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尊重格鲁吉亚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我愿与你一道 不断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把中格友好合作关系推上更高水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布朗 吴邦国表示 中英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希望双方不断丰富和充实 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扩大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 吴邦国指出 立法机构交往对双方增进相互了解 扩大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全国人大重视与英国议会的交流与合作 希望双方利用好议会交流这个合作平台和对话渠道 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有意与信任 推动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布朗表示 英方重视并愿加强两国立法机构交流 特别是青年政治家往来 为两国关系发展增添活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主持仪式 欢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戈登布朗访华 随同布朗首相来访的有 首相夫人和多位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布朗首相适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 于今天早上抵达北京 开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 欢迎仪式结束后 温家宝与布朗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表示 愿采取更为积极的举措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温家宝对中英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当前中英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对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感到满意 温家宝表示 中英关系发展的历程表明 尽管两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但只要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双边关系发展大方向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原则就可以成为合作的伙伴 温家宝指出布朗首相说过和平与繁荣只有与他国共享才能持久 要以一种更好的新世纪的方式创造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这与中方关于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有契合之处 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在新形式下中英需要同时从双边和国际两个层面提升合作水平 为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内涵 布朗赞同温家宝对两国关系的评价 布朗表示英中在经济金融科技文化教育人权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不断扩大和加强 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和科学发展有利于世界人民 有利于全球化进程 英中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两国合作对世界至关重要 英方愿同中方在发展两国和世界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塑造国际机制等方面加强合作 布朗祝贺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 他说2008年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我们祝愿中国各领域的建设和发展 以及北京奥运会取得成功 会谈中双方达成以下共识 一将中英副部级财金对话提升为副总理级经济财金对话 二建立中英青年交流机制 三将2010年双边贸易额提高到600亿美元 四启动中英科学桥计划 五抓紧制定中英卫生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六开展中英面向2012年奥运会合作计划 七加强中英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建立可持续城市方面的合作 八密切在热点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 九推动国际机制改革和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温家宝重申 中方支持英方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行动宣言 布朗强调 英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出席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 以及两国教育能源等领域八个合作文件签字一试 合同金额近8亿美元 随后 温家宝和布朗共同会见了记者 中英工商峰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来访的英国首相布朗出席会议并讲话 温家宝表示 此次工商峰会以创新促进合作为主题 利益高远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中英经贸关系不断深化 为两国开展创新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促进中英在创新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带动两国科技进步和经贸关系的全面发展 温家宝建议双方重点加强以下五个方面的合作 第一 大力发展技术贸易 到2010年 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要达到8000亿美元 我们愿创造条件让更多中国人认知英国的技术优势 也希望英方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 扩大对华技术出口 促进双边贸易的全面平衡和健康发展 第二 积极开展联合创新 我们欢迎英国企业积极来华设立研发中心 同中国企业建立技术合作联盟 我们也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三 加强能源环保领域合作 希望中英两国企业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节能技术研发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扩大合作 第四 深化金融服务业合作 中国正在发展各类金融市场 全面推进金融创新 希望英方充分发挥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技术专长 与我们共同开展多样形式多种层次的合作与交流 第五 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合作 布朗积极评价中英经贸关系 他指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不是威胁 布朗强调 英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主张世界经济保持开放 英方将努力扩大双边贸易 增加对华技术出口 欢迎中国企业到英国投资 布朗表示 英中两国历史上都曾在经济和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 英方希望双方加强科技教育文化交流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成为伙伴 英中合作将给未来的世界带来繁荣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英国首相布朗 今天来到中国人民大学 与六十多位来自中英学术企业文化体育等各界人士 以及普通市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本次交流的主题是合作发展共赢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英伙伴关系 温家宝和布朗先后致辞 温家宝说 中英友好直根于人民 相互交流能增进理解与合作 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幸福和安宁 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 应该共享发展机遇 共同应对挑战 以合作促发展 以共赢促合作 共同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布朗表示 英中友谊与日俱增 合作日益发展 英中合作有利于世界的未来 英方决心密切同中方的各领域合作 两国领导人还就中国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理念 改善民生 气候变化和举办奥运会等问题 回答了公众提问 公众交流结束后 温家宝和布朗还在世纪馆主管 观看了中英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表演赛 温家宝表示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尊重 信任和友谊 是国与国友好的基础 是国与国关系的未来 体育可以超越种族和社会制度 他可以连接人的精神的力量 促进理解和友谊 希望两国人民不断加深友谊与合作 布朗表示 我们期待英中两国运动员 和两国青年人加强交流和友谊 使两国关系与合作更加紧密 为世界和谐与繁荣做出贡献 他祝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 本台消息 为了把学习宣传贯彻 十七大精神引向深入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 将发表中宣里的署名文章 题目是紧扣主题深化认识 文章说 党的十七大精神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十七大主题 不断深化认识 不断加深理解 努力掌握精神实质 进一步增强 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 文章强调 紧扣主题就要不断深化 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重大意义的认识 紧扣主题就要深化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紧扣主题就要深化 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 紧扣主题就要深化 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新任务的认识 文章指出 十七大的主题 符合党新民心 符合时代潮流 我们要紧紧围绕这个主题 牢牢把握这个主题 不断开创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大连市政府通过实施超时默许制 使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 日前 美国花旗银行大连分行 正在紧张的筹建当中 涉及到当地行政部门的各项审批 已经获得高效的办理 在大连分行的筹备功能当中 得到了大连市政府极大的支持 他们的工作效率让我非常惊讶 我们非常激动地期待 第八家分行在大连落户 花旗银行感受到的效率 不是因为吃了小灶 而是受到一项超时默许制的约束 在大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口 每个来办理审批事项的企业或个人 半截期限都清楚地写在大屏幕上 大家看到有几种颜色的显示 一个是白色的 是部门正在办理 另外一种颜色就是绿色的 就是部门办理完 还有一个黄色 就是提示部门即将到期的办理事项 最后一种是红色的显示 那么大家看到了 现在目前这个警示牌上 没有一定是红色的警示牌 红色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 它意味着申请人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 审批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 即使没有办完 也将自动获得了通过 而相关部门也会因超时 受到相应的处分 超时默许制的实施 使大连市的各个行政部门 想尽办法提速服务 在这个服务大厅 我们看到国税与地税局的窗口 已经合二为一 不仅如此 就连我手中的税务登记证 也只发一套 过去呢 办税务登记呢 国地税两个证不错 而且这两个去办 国税一套说法 地税一套说法 他们之间不相互说话 经常会遇到 办一个证 可能需要十天二十天的时间 但现在呢 就大大不一样了 你材料齐全情况下 大致就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办下来了 解决纳税人 一些半税的成本 解决纳税人的时间 提高纳税人的工作效率 或我们的行政效率 目前 大连市的43个行政部门 已经全部实行超时莫许制 涉及127项的行政审批 有法定办理时间的 五千四百一十八个工作日 缩短为两千五百个工作日 这样就给政府的一些部门 就上了一个紧箍咒 整个行政审批 这个时间大大缩短 大体上缩短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我认为这个效果 是非常突出的 而且我认为政府效率 本身就是生产力 山东青岛市法院系统 通过开展法官进社区活动 将法院基层服务延伸到社区 使很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这是几天前青岛市委区法院 在皇台社区的开庭现场 83岁的杨大爷因赡养纠纷 与他的四个子女对不公堂 当着旁听的社区居民 法官当庭完成调节 近年来发生在社区里的 拆迁安置物业管理 邻里关系等纠纷越来越多 为此青岛市市北区法院 开始尝试法官进社区 零距离解决群众面临的 法律问题 很快这一鲜活的司法实践 在全市法院推开 他们依托全市16处社区法庭 110社区巡回审判点 选择那些贴近百姓生活的 婚姻家庭 小额债务 邻里纠纷等案件 在社区开庭 达到了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效果 目前全市法院进社区 巡回办案近2000次 仅去年一年 青岛市许多基层法院 诉讼调处撤诉率 就达到80% 中央各大网站 不断丰富传播手段 迅速成长为 我国网上宣传的主力军 日前人民网专门推出了 绝客网站 方便网民在固定网址 集中展示自己发现的 好报道好文章 参与编辑和讨论 这是人民网为网民提供的 又一项新的服务 这就是给广大网民 提供一个空间 使得他们的民情民意 及时地能够表达出来 关注民生民意 运用多媒体图表等 网络传播方式 把国家的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 通俗生动地传达给网民 是人民网新华网 吸引网民的一大法宝 时政频道 财经生活 强国论坛 人民时评 新华访谈 新华网评等一大批栏目 已成为深受网民喜爱的 品牌栏目 结合互联网 在互动移动方面的优势 央视国际积极开拓 新的宣传渠道 2007年12月 开通了公共交通工具 移动电视业务 短短一个多月 已覆盖全国28个城市 5万多部电视终端 每天受众达4000万人 他们还首次实现了 网络手机电视联动报道 形成强大的报道合力 在不久前举办的 200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刚刚上市的 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推出了近3000种新书 获得大批订单 作为国内第一家 被批准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 整体上市的出版企业 辽宁出版传媒 打破了过去传媒类上市公司 只有媒体经营性资产的状态 通过各业务环节的完整整合上市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借助证券市场所获得的资本实力 来改变出版传媒业 单一的产业形态 改变传统的增长方式 同时辽宁出版传媒既坚持正确导向和文化安全 又按资本市场规律规则和上市规范 进行标准化操作 他们利用募集到的资金 专门设立出版策划公司 在全国出版业 第一个将出版资源与资本进行产业化融合 并与著名网站合作 建立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紧密相连的 电子商务流通业务 同时全面升级图书配送系统 建设一流的图书分销企业 使企业的出版主页更加突出 结构更加合理 增强了核心竞争力 国务院副总理吴宜 17号在北京主持召开商务工作座谈会并讲话 他希望各级商务工作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按照党的17大对商务工作的总体要求 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同览商务工作 吴宜强调 一要继续抓好市场建设 二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三要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四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 五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发展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 党的17大报告指出 香港同胞澳门同胞 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管理好建设好 香港澳门 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向来都是香港澳门繁荣发展的主体力量 对香港同胞澳门同胞智慧和能力的充分信任 是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提出和实施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 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 管理好建设好香港澳门提供了更好条件 中央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一系列大政方针的根本宗旨 是确保香港同胞澳门同胞 继续充分发挥管理建设香港澳门的主体作用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第十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今晚八点将在七七号二市开幕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全国冬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本次运动会是2008年奥运会前最后的一次全国性综合运动会 共有来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 全国35个代表团1800多人参赛 比赛共分滑冰滑雪冰球冰湖和冬季两项等 五个大象90个小象进行 规模创历劫之最 目前用于比赛的四个冰上场馆已全部建设改造完毕 相关的服务接待工作已全部就绪 我身后的这批新车正在安装这样的专用号牌 在冬运会期间凡是悬挂这种专用号牌的车辆 往返比赛场地和驻地之间将享受组委会提供的绿色通道的待遇 由于近期七七哈尔气温骤降机场交警气象市政等部门已经建立了联动机制保障交通畅通出行安全 本次运动会的开幕式将在今晚8点举行我台奥运频道将现场直播 鉴于目前铁路客流上升较快 铁道部今天首次提前启动春运工作 比全国春运23号启动提前了6天 铁路春运也由节前15天调整为节前21天 节后25天不变 今年铁路春运将呈现节前客流相对集中 节后客流相对平缓 沪宁航方向客流增长较大的趋势 为此铁路部门安排了311队临时旅客列车应对春运客流 而且继续执行铁路票价不上浮的政策 冷空气今天继续在黄淮江淮一带徘徊 30年一遇的低温天气导致湖南的60个县市出现雨雪冰冻 部分地段的高压电线和塔架结冰破裂 电力部门出动4000多人 深入山区巡线熔冰 目前送电已经恢复正常 低温还使居民用电量大幅增长 湖南湖北等地的用电负荷近日来连创新高 随着降雪天气暂时结束 目前湖南湖北江西重庆等地封闭的高速公路 已经陆续开通 滞留在湖南境内的12万多台车辆 50多万旅客今天已经疏导完毕 南昌等地的汽车站也恢复了中段多日的长途客运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从今天晚上开始 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 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东北华北会有明显降雪过程 而湖南湖北等地的阴雨天气还将持续多日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我国首批火电厂烟气脱流特许经营试点项目 今天在北京签约 这次签约的大唐托克托电厂等 11个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1500多万千瓦 标志着我国火电脱流特许经营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银行2007年境内外机构 累计完成国际结算业务量达到1.4万亿美元 成为全球银行业首加年国际结算业务量 超越万亿美元的商业银行 去年6月在广东九江大桥 船创桥事件中发生翻尘的肇事运沙船 今天被打捞出水 有关部门随后清理出航道 据介绍九江大桥垮塌部分重建方案已经确定 并尽快展开修复工作 由三一重工自主研制的亚洲最大起重吨位的 履带起重机 今天在江苏昆山下线 其最大起掉能力达900吨 打破了国外品牌 对我国超大吨位起重机市场的垄断 装有首台国产15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的 东北电网公司 白山发电厂抽水蓄能电站 日前通过国家与关部门验收 全球的触勤类早期发电综合项目 内蒙古猛牛生物智能早期发电厂 今天投入运行 这座沼气发电厂 每年可向国家电网提供电力1000万千瓦时 还能生产有机肥约20万吨 世界首例亚种间克隆奶水牛 近日在广西南宁诞生 发育正常 这头克隆水牛是用河流型水牛和沼泽型水牛 两个亚种水牛细胞克隆出来的 它集合了抗病繁殖能力强 产奶量高等优点 黄河下游河南浦阳段近日首次出现入冬以来大规模躺龄 流灵密度达百万 9号星期六农历12月